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分享可以影响到不同的人 让他们的生活获得快乐与幸福等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对不对 因为可能对比很多的人讲话方面 他们也会有标准或是说在国语方面 可是我会把这个当作是我的一个特色 就是可能别人看起来是一个不完美 或者说怎么这个人有时候会好像也不化妆 或是说没什么样的 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在我的频道 我就是想要让大家去做的就是 就是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我不想要呈现给大家看的就是 我是一个完美的人 因为我觉得说当一个完美的人其实很累 真的如果你有在当一个完美的人 你就会知道你是很累的 我也是曾经从这种框架里面去跳出来 所以现在你才会看到 我怎么样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其实就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分就是 我从这个不完美的框架挑出来了 我变得会做我自己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还有认识自己 还有爱自己 是非常的重要 怎么样去做到这样子呢 首先呢你真的要去接纳你自己的弱势 弱点还有不足的地方 什么样去接纳呢 比如说我讲国语不标准 那我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我的特色 我会觉得说那也可能是我可爱的一个地方 还是说一个我的特色对不对 我会去这样子去想 那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呢 我也会觉得说 真的是那我为什么要 纠绝一些说怕别人取笑啊 怕别人怎么样去想我 其实都是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让你对你自己自身的一个认知 就是有了一个缺步 有了一个阻碍 当你把这个阻碍拿掉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接受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样子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对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完美的一面 对吧 像我其实也是有不完美的过去啊 不碍事我自己啊 孙师傅可能也会做了很多的事情伤害我自己 可是当下我不知道 也会有很多迷失啊 迷烂的过去 当时候以前我也会接纳不老我自己 甚至乎也会很恨我自己 甚至乎我也会讨厌过我自己 怎么长得那么的丑啊 我不喜欢看我自己啊等等的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 我自己给予我自己的一个框架 一句想法 甚至乎有很多的时候 都是受到外界的世界去影响到我的想法 让我被我自己困住了 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的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别人 不是外界的世界 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 困住了我们自己在里面转来转去的 一直走不出来 是我们困住了我们自己 比如说呢 就是你今天你不完美 你要去想一下 你怎么会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或是说你为什么都不愿意去接纳你自己呢 这就是引申到很多的人都在两性关系当中 他会跟我说我想要另外一半去接纳我 去接受我去完成的了解我 其实你为什么要身边的伴侣 身边的家人去接受你的不完美呢 原因是不是你自己不能够去接受你自己呢 很多的时候 都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去接纳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要求你身边的人去接纳你的整个人的部分 就说你要爱我的全部啊 你要爱我的弱点 这是爱的一部分是没错 那同样的你希望别人这样子去对待你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有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 你自己有没有去接纳到你的不完美呢 只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真的都没有办法去接纳到他自己的不完美 因此不断的要求身边的伴侣 家人朋友去接纳他的不完美 因为他从来没有去珍视过自己的不完美 他害怕去看到他自己的弱点 他害怕去承认他的不完美 他的弱势 他的过世 他的曾经的过去等等 所以因此他就会把这个枷锁给予了身边的人 其实之前我有说过了 这样子的关系是不平衡不健康的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自己离开我刚刚说的这种的空洞里面呢 要解决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空洞的问题的话 首先你就是要勇敢的 去接纳你自己 比如说 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很丑 那你就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你去拿一个镜子出来 去照着镜子 看着你自己 就是看 其实你真的是那么的丑吗 真的是没有什么的优点吗 只是 也许是你自己没有去发现 你自己身上 身体上面也会有优点 假如说 我的眼睛长得很漂亮啊 我的折毛长得很长啊 比如说 我的内心很上男啊 很有爱心啊等等的 只是这种的东西是你以前没有去发现 没有去真实过你自己的一个角度 因为你过往几次在关注的我很丑 我很怎么样 只是你没有去很 很低调很实心的去观看你自己的身体 以及观看你自己的外表 真的是如你所想的那么不完美吗 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 只是你忽略了你所拥有的东西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要去勇敢去正视你自己 就是呢 你需要拿出去你的勇气去面对 可能假如说不只是外表啊 可能说你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说很suffer很痛苦 很错误或是说迷失的人生也好 你拿出你的勇气去面对 你过往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情 当你面对到 当你接受到这样子的自己的时候 时时你 就会发现说 此时我自己都可以接受到我自己的不完美的地方 我为什么一定要 要外界的世界 让我的伴侣去接受我的不完美呢 只是我现在我有能力 我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不足不完美的 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你做到这个第二点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去可以去接纳到你自己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你 我是还蛮建议 你可能就是要去多看一些书啊 或是说接受一些像咨询室啊 或是说上一些坊间上面 你觉得让你有良好思考的人也好 或是说一个导师 或是说一些疗愈方面的 疗程去协助你 因为呢 通常的人呢 其实都是躲在他自己的空洞里面 当你在躲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有办法去走出来的时候 你一早已经走出来了对吧 那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走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去 让外界的工具去帮助你 就像我之前有影片有提说过的那种道理一样 所以呢 当你勇敢去接受 当下的你 你就会知道呢 其实 你自己真的是还蛮有很多很有趣的一面 值得你欣赏 还有关注 还有关爱的 今天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支的影片 是想要跟大家去说的是 其实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 你自己一直在追求着完美 在这个框架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啊 他都会有他自己可爱 值得欣赏的地方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特色 我也相信我自己有我的特色 我也把我所有的缺点以及弱势 就是全部都接纳了 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我 因为其实那些不完美的部分呢 或是说一些曾经的经历也好 其实都是我的阅历的部分啊 我的人生的一个成长 让我可以 变成现在这个我啊 其实你要知道做你自己就是 也有包括一些不完美的部分 把不完美 接纳成 转化为一个力量 让自己成为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 记得完不完美这个定义 是可能外界世界 甚至乎你自己的一些观念想法 当你跳出这个框架之后 其实你会知道 为什么我一直那么的 要去争取完美这个框架呢 其实当你思考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 嗯 意识到 你 其实也有自己的肉质 然后我也谢谢大家 就是 观看我的频道的时候 也接纳我的不完美 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观看我的频道 还有我是想要透过我的频道 真的是让大家知道的是 不完美 确实是没有什么样 反而可以活出你的特色 谢谢各位今天的观看 如果有什么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